我們接下來跟大家介紹這個Google雲端硬碟 因為這是大家比較有在用的 首先其實雲端硬碟有一些特色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過 第一個我相信大家最常拿來用它的就是 分享比較大的檔案對不對 因為我們一般的現象大約是10到20MB 就復健了 復健所以你通常超過那大小 很多就是會拿雲端硬碟來分享 但是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什麼 你的這些檔案放上去 不用安裝Office 不用安裝什麼PDF Reader 是不是都可以看 圖片可以看 甚至壓縮檔可不可以看 也可以喔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不用再安裝軟體 我在上面就有支援 那影片啊 然後那個 音樂都可以直接聽 不用下載一下 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 有一個是大家比較少用到就是這個 檔案的修訂版本 管理 這個很少人用 可是卻是很好用的功能 很好用功能 等一下我講 那下面這些應該就還好 我剛剛有講的嘛對不對 包括你的PSD DIPRI 這些都有 還有就是其實 雲端硬碟 也有跟我們上次 用瀏覽器那個 一樣 我們上次瀏覽器不是有介紹的 一個叫做 那個 Session Booty 那個有沒有 幫我們記錄那個各位的瀏覽 狀態的 那些 網站的 他 雲端的 有更多 所以如果你這個功能不夠 比如說你Google表彈功能不夠 那我再幫他加個什麼其他功能進來 像這樣子 那下面當然 簡報 Google Office 在上面也很方便 基本的功能大概知道說我先講這個叫做修訂版本 這個呢為什麼說特別重要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這裡 我有寫一篇文章叫做怎麼樣找回歷史版本的記錄 我不知道各位呢 一般我們在用這個 郵件的時候也許你會有一個這樣的情形 比如說剛剛有收到一封mail 然後有一個人夾帶一封信 夾帶一個檔案說 你好這個是我們 比如說本次開會的這個資料 好那等到 隔五分鐘之後他來一封 抱歉前一封那個復健檔案有錯 請你以這一封為主 明天又來一封 前面兩個都不算 因為又有一些變動 所以這一封是最終版本 隔了兩三天之後 拍歉 開會前老闆又有意見 然後又來一封 所以 這個 你怎麼笑得那麼高興 偶爾會有這樣子對不對 如果 兩次也還沒關係大概三次四次你就瘋了 那 這樣子萬一你在找這個信件的時候 我們 他沒有看到最後封那一封信 那不就完了嗎 他是又下來又錯了版本 所以 很麻煩 那麼 你平常如果有新版本的話 各位你在雲端一臉都怎麼用 你這個 這個檔案錯了 你是不是再重新上傳一個把這個刪掉 請問你如果按右鍵取得的這個共用連結會一樣嗎 不可能一樣吧 不可能一樣吧 所以他每次的那個 附件的這個連結 每次的 是不是都不同 那這樣就有問題啊 就有問題啊 因為他 萬一打開 打錯 打開 沒有看到正確那一封 最後那一封 他就可能下載到錯的 所以 其實呢 你可以這樣用 這個部分不管你是不是 已經是Google的文件 像這種影片的文件 Office的文件都可以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有個叫做 管理版本 就是這個地方 今天我只要取得共用連結之後 我有新的版本 我就來這邊上傳新版 你不用給我新的連結 你每一封寄給他都是同樣舊的連結 但是他會下載到新版本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我找一個我因為我那個軟體的更新的頻率比較高我從這邊來 像我們在這邊好網頁設計篇 點到這裡 按右邊 軟體也可以都一樣 你看我有沒有很多版本 有沒有 我共享出去的都是同一個網址 可是呢只要我有版本更新我就在這邊上傳新版本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這樣他就永遠都會下載到最新版本 那麼今天呢 如果各位你用的不是付費的版本 或像我這個是學校的版本 他基本上你舊版本都會保留30天 也就是30天內都有效 那麼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 學校的版本 所以 他 這個 我們學校的那個版本 中正好像沒有 中正有 有只是好像 是不是要申請 要額外申請 對不對 可能是用在校 因為現在很多學校是把用在校有信箱 或者是教師的 有些是進去學生就有 那因為這個空間是無限大 這樣有差很多 你看Google很可怕 他把你養到很大很大 你沒有聽過免費的最貴嗎 好那你現在就是空間無限大所以他會幫我永久保留 如果不刪除也沒關係 那 當然如果你是重要的版本你可以自己選擇 我要不要永久保留 有沒有 只是 就是 永久保留這個如果你有勾起來當然就會佔你的雲端力點空間 這樣了解 好那當然如果你不要了比如說我最新版本是改錯的 你也可以從這邊直接刪除 這樣他就馬上就恢復到下一個就是你前一個版本 前一個版本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這個方式呢是針對什麼 針對就是你 不是所謂的那個Google文件 比如說你是office文件啊pdf啦 或者像這樣 軟體啦還是那個影片 聲音 那如果你是本身是使用Google文件因為 Google雲端力點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有什麼 有office的文件嗎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 那你還記得我們的繪圖吧 如果今天你有哪一個檔案 你看我在這裡 既然他是 Google的就是那個文件格式所以呢我 不會在上面按右鍵我直接從這邊 有沒有叫版本紀錄 你就從這裡查看一下 你當初 做過哪些事情 有沒有全部都來了 上禮拜的WOW 你以為上禮拜 在這裡 這裡有命名的 你看 我們上次講的還在你看 你知道 他的優點了吧 所以如果我們以正向來講的 我們就是 以 正向的工作來說 他會把所有東西是不是都幫你記錄下來 方便我們做查詢 當然你要做小偷了你就知道 誰改過了 誰去修改這文件是不是就很簡單 他上面會記錄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等一下呢我們會一起跟各位 試看看 好不好 你下次知道 開會的時候該怎麼做 Google文件打開 大家一起進去 誰要講話自己要先打 這樣會一記錄就很簡單 所以這個是我們找 這個 版本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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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